编网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BashShare 我们来看第三部分 命令别名与历史命令 首先来看一下命令别名 我们可以使用Aliase来设置一个命令别名 而使用Aliase来撤下一个设置的命令别名 我们在命令号码下可以输入Aliase 来查看一下当前系统下有多少命令别名 在这里列出了总共有这么几个 其中这个Aliase它是列出当前目录下所有的隐藏文档 这个呢我们在之前没有介绍过 命令别名的作用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是信息提示的作用 比如像这个RM删除 再加上RM参数 在我们这样我们在使用RM进行删除完整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给我们一个信息提示 问我们是否要真的删除 这样呢可以防止我们误操作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 假如说我们这个命令比较长 就很长很长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命令别名 将这个命令缩短 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输入量 比如我们在这里执行一下 S-AL 查看验当前目录下所有文档的属性 包括隐藏文档 假如说我们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它一屏不能够显示完成 在这里最后使用了猫 已经翻屏显示 假如说我们现在按一下空位键 先下翻屏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显示完成了 假如说我们不嫌这个S-AL 管道 我们加管道命令太长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命令别名 把它来自LM 等于单引号 LS-AL 管道 加冒 然后回去 加单引号 然后我们回车 这样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给 这个LS-AL 管道加冒 这个时候呢 给它起了一个命令别名 LM 如果我们执行LM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和我们执行LS-AL 加管道加冒 是一样的 效果一样 假如说你是从DOS系统下转过来的 在DOS下呢 有这么两个命令 我们就要成功 一个是DR 另一个是CLF DRR和我们这个 在Linux系统下的ALF 效果是一样的 是列表 而这个CLF呢 和我们Linux系统下的 这个Clear 是一样的 不过DRR在Linux系统下 存在 你可以直接执行 当然可以使用 Switch来查看一下 这个DRR在哪个目录下 也可以使用 Type-A-DR 来查看一下 查看DRR这个 这个可视性文件 在哪个目录下 它是在USRBI 这个目录下 而这个CLF呢 在Linux系统下 没有不存在这个命令 而说你想保持使用 CLF这个命令的习惯 那么你可以这样 给它起个别名 ALF CLF等于Clear 这的时候你执行CLF 就是清评了 和在DOS系统下 使用CLF的效果是一样的 假如说 现在我们来查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系统下 所有的命令别名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CLF和ALF 这样我们可以说 UNALYZ CLF UNALYZ L 来撤销这两个命令别名 我们再来使用 ALYZ来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CLF和ALM已经被删除了 好 对于命令别名 我们就讲这么多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历史命令 在命令行下 我们直接输入History 它会将我们 当前CL中 所有的历史命令 全部给你列出来 假如说我们 加上后面 这一个参数N的话 那么它只会列出 当前 当 列出最后 使用的几个命令 另外History 还有这么几个 参数 一个是C 一个是R 一个是W C 是将当前 CL中的所有历史基础度 全部给清楚掉 C 是将History Fill中的内容 读到这个 CL的命令当中 C W 是将当前 历史记忆内容 写入到History Fill中 我们在前面 使用History的时候 直接回车 它会列出 所有的历史命令 那么前面 它会有一个序号 后接一个命令 在这里 这个Number 就是这个序号 我们Tam 加这个序号 就是执行地 去调指令的意思 在这里 冒号加Commander 是执行 以Commander 开始的指令 两个Tam 冒号 是执行上一个指令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历史命令 比如说我们直接 直接执行History 不加三转 那么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它列出了 总共有74条命令 第74条 就是刚才我们执行的 这个History 假如这个时候 我们执行History 直接A下5 那么 它是从第71条开始 这是12345 最后一条是History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情况就是这样 假如我现在 执行一下History C 那么就会将 摄要中 所有的历史记录 全部给清除掉 好 执行一下 然后再来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摄要中的历史命令 已经给清除掉了 执行一下 刚才我们执行的这一条了 History 现在我们再来查看一下 Kate-I 查看一下当前用户的 Bash-History 总共有49条 假如说我们 History-2 读一下 然后再来History 看一下 有这么多 好 我们前发 看看 这个刚才执行的是 Kate-I 80-History 它里边有这么多 第49条是Exist 我们再读进来之后 执行History 来看一下 第52条是Exist 在这里总共有53条 History 53条命令 因为我们在 执行History-C之后 我们又执行了这么几条 第一条执行了History 这条命令 还有Kate-I 80-History 这条 这两条 外加History-A 第三条 History 第四条 那么49 加4 总共是53条 好 假如说我们再将 使用History-W 写到当前目录下的 这个HIS FL 好 我们执行一下 Kate-I History-Fill 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变成54条了 因为我们刚才执行的 这条执行的 这条执行 History-W History-Fill 这条执行 也被记录到 这个History-Fill 这个文件当中 就在这里 这个文件当中 就记录了 这个54条 好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探号 加一个序号的问题 假如说在这里 我们执行 探号 加44 清评 好 现在回车 就可以了 好 清评了 我们再来追击一下 History 假如说我们执行 探号 加一个命令 假如是CA吧 那么他就会执行 以CA开筹的 最近你执行的 那个命令 那么他应该是 Kate-Gone-I History-Fill 回车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他就显示的 就是我们刚才 这个History-Fill 段中 所记录的 所有的历史命令 假如说我们再来探号探号 那么就是执行 刚才的那个指令 也就是 在这里 Cate-Gone-History-Fill 回车 大家可以看到 这同样也是显示 History-Fill 段中的文件内容 好 对于History 我们也讲这么多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四部分 BashShare的使用环境 首先来看一下 登录信息的提示 信息 我们第一 有一个是 ETC下的 I-Fatio 另一个是 ETC的 I-MOTD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ETC下的 I-F-F-U-E 在这里 Threadhack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s 5.3 然后可能是 2.6.18 128.115 ONI-686 这条显示 这里显示的信息 就是在 ETC下面的 I-F-U-E 这个文件中 显示的信息 在这个文件当中 它可以输入 这么几个参数 E-F-D 是本地时间的日期 C-XL 显示第几个中端接口 -M 是显示硬件的等级 -A 显示主机的网络名称 -R 是 操作系统的版本信息 在这个 这个已经刚才显示了 E-F-T 24的小时 显示显示显示时间 D是-S 操作系统的名称 -V 操作系统的版本 好 下面我们就来修改一下 这个IS-U-E 来看一下 修改之后 是什么结果 我们首先登录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 总共做了两行 第一行是 Redhead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 5.3 5.3版本 课呢是-R -R 是显示的是 操作系统的版本信息 而这个-R 是显示的版本信息 假如说现在我们又插入 -B 看一看是时间 日期 然后再看一下 是24小时 格式显示时间 好 保存退出 我们先退出一下 再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 除了刚才显示的 这个操作系统的 版本信息和这个 硬件等级之后 在这里 显示的时间 是日期 2009年6月24日 时间呢是 6点26分55秒 这就是24小时 格式显示时间了 对于其他的这几个 参数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列出显示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ETC下的MOTD 这个文件 我们来查看一下 VIDC下的MOTD MOTD这个文件呢 就是我们在 我们的用户在登录的时候 用户呢 就会读去读 这个文件当中 其他文件当中的一些信息 来告诉这个登录者 比如我们在 这个文件中 加入这么几个行文件 Welcome to 076 SER We will report in this night 好 假如说我们要 今天晚上重启 我们先告诉他们 但是时间不告诉他们 就是说今晚上要重启 好 假如说我们先来 吞出一下 好 现在我们再来登录一下 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Week to 这个SERVER We will report in this night 这两行呢 就是在刚才 这个ETC下 MOTD这个文件下 在这个文件上的内容 假如说你要 真的要重启的话 或者是进行系统维护的话 那么登录者在登录之后 就可以看到你在这个文件中所编辑的信息 让登录者提前做好准备 防止他们数据的丢失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环境设置文件 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系统的环境设置文件 另一个是个人的设置文件 系统设置文件是 这么两个ETC下的Profile和ETC的BashRC 而个人设置的属性呢 是在用户加目录线的 隐藏到BashGang Profile和 隐藏到BashRC这两个文件 对于ETC下Profile这个文件呢 它是设置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系统环境变量 比如像这个PathUserMailLogName HostName HistorySize和InputRC等 同时这个文件呢 也规划出ETCProfile的第一 这个文件呢 这个目录下记录了 怎么对Bash和CRLG规范的一些数据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以及现在的Profile 这个环境设置文件 在这里 首先定义的是个路径 PathUidUserDogNameMail HostNameHistorySize 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BashGangHistory这个文件当中 所记录的命令条数是1000条 InputRC是和键盘设定的 特殊功能有关 它的这个文件呢 是在ETC下InputRC这个文件当中 是规定了我们当前键盘 的一些热键 另外 Profear呢 还读取ETC下边的 Profear的点D 这个目录来设定我们的 Bash和CShare的一些特定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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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在这里 它设定了我Glover 还有Language的一些 还有这个VM VRM 这些脚本呢 是对Bash和CShare呢 做了一些设定 规范了它们的显示 它们针对颜色 语系 还有这个VRM 还有这个 位置 在这里 进行了一些附加的设置 感兴趣的 可以来看一下这些脚本 而对于系统环境设置 这个文件 Bash和CShare呢 这个当然 它是规划出 U-Mask的功能 同时也规划出 提示字符PSE的内容 PSE呢 在前讲当中 我们已经提到过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Bash和CShare的内容 在这里 它设定了这个U-Mask 而这里呢 它设定了这个提示符 PSE的格式 对于ETC下面呢 在这个Mind.cafig 它是规范了 使用Mind的时候 MindPage的路径 到达里去寻找 当然 我们如果要是 新的 新添加了一些文件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ETCMind.cafig 这个 这个文件当中 添加上我们 帮助 MindPage文件 帮助文件的 这个路径 以防止我们 安装的一些软件的 MindPage页 在这个 使用MindPage的时候 找不到 我们来看一下 个人设定值 当然设定值呢 有一个 第一个是 在用户加募录下 隐藏的 Bash-Profit 这个文件当中 定义了个人化的路径 Path 与环境变量的文件名称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文件 我们是用 Bash-Bash-Profit 当中 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 在这个文件当中 它是定义了这么几个 定义这一行 和这一行 是我添加的 它是定义了 这个 Alice 命令别名 你如果你要是自己设定的话 比如说你要设定 回答一下 你要设定一个命令别名 Alice LM 等于单元号 Ls 2 2 0 那这个保断序处 就可以了 在读完这个Bash-C的时候 它要读一下这个 ETC线的Bash-C 这是他们的追星顺序 比如 我们可以这样 VR一下 ETC下的 Profit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加上一下 Echo This Is In ETC下的 Profit 保断序处出 然后我们再VR一下 ETC下的 Bash-C 这一行 然后我们在这里 加入一行 Echo This Is In ETC下的 Bash-C 然后再VR一下 当心用户加盟录下的 引擎当 Bash-C Profit 好 然后我们输入 Echo Echo This is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显示的时候 这个命令写错了 它首先执行的是 首先读取这个文件 ETC下的Profit 然后再执行用户加目录下的80-Profit 然后再读一下 用户加目录下的80-RC 而最后读取的是这个 ETC下的80-RC 我们首先来改一下这个命令 同样的80-RC L-R-E-F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Bash-Logout 对于这个文件呢 它是在我们注销Share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执行Exist Bash呢 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说所做的一些命令 我们可以放在这个Bash-Logout 这个文件当中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命令 Source 它是变量设定文件 就可以将设定它的内容读入一次 比如我们刚才在修改这个 80-RC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设计了这个新添加了这个Alice 因为我们刚才设计错了 所以说它读的时候可能读不下来 我们现在Alice一下 看看当前系统下有多少个命令别名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ALM这个命令别名 假如说我们现在执行一下Source 80-RC 大家可以看到 它执行在这两个 这是显示的结果 假如说我们再看来看一下 命令别名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IM-LF-AL-MO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别名呢 已经被我们读进来了 而是我在执行 我再修改一下80-RC 在这里 我再来添加一个 Alice Clf等于 Clear 好 我再推出 然后Exist 然后我们再登录一下 不应该登录 这样登录的话就没有效果 好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Clf已经添加上来了 假如说我们再想一个其他命令 重新再编辑一下 RC 在这里 我们再取一个命令别名 Alice H 等于 按一号 History 保存推出 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再使用 点 80-RC 好 少加了一个点 点 好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刚才的80-RC 这个文件中 新添加的一个命令别名 在这里 我们再使用点 然后再使用点 这个命令 读取 重新读取了这个文件 而将它里边的这些命令别名 那又重新读进来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使用Source Source Source 和这个小说点呢 都可以将这个 我们修改的这个 你参当80-RC呢 里面的一些设定呢 都给读进来 也就是说 Source和这个小说点 它的功能是一样的 在今后 我们再读取 环境变量设置 环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Source和点 然后或者 或者点 然后接 环境变量环境 就可以更改 我们的系统环境 好 本次讲到了 就讲到这里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咱们下次见